类似的我们在刚才的是说在一个数字的平面上的这个问题 当然还有更多的我们说更复杂一点的 比如说这是一个空间的某一个这个曲面 空间的某个曲面 比如说一个球形的一部分 或者球罐 或者是一个这个 这个网状的这个动物所谓 就是说这是一个空间的一个曲面 然后说在这个曲面上 我们通常有这样的问题 是这个曲面上有只蚂蚁要从黑爬到壁去 怎么样这个爬路线是最短的 可能这个小时候你没有没准也这个 问过这样的这个问题 如果是个球 这个球上面给你两点 然后怎么爬 然后有时候是给你一个当然也有给一个什么正方体 另方体内说从这个某一点另外一点都不同的面上 问你怎么爬 这种蚂蚁怎么爬是最短的 是吧 这种问题你可能小时候 这个没准都做过 或者甚至在这个绕兽班上没准你做过 或者你考过 没做过这个我们说也很简单 就给你一个这样的面 这相当于一个帽子是吧 这相当于一个帽子 然后这个相当于在这帽子上给他两点 然后就问A到B 相当于说有只蚂蚁 假定速度是固定的 要从那边爬过去 最短的路是什么 或者说这个这是我们的地球 然后AB是两个城市 那么从A 这个有个飞机航班 飞到B应该走什么航线 都是类似的问题 都是类似的问题 因为在平面上还是这样的问题 我们说很简单 两点之间最短 是吧 路线最短 但是在曲面上两点之间 是什么最短呢 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求曲面上 连接给AB的最短的曲线 就这样 同样的这样的问题 跟我们刚才一样 你可以要首先要三维的 建立三维空间的左标系 然后假定曲面的方程是F XYZ等于零 因为曲面就是这样的方程 如果F是一个线性函数 这就是空间的一个平面 对吧 线性函数 当然F是AB XYZ的线性函数就是平面 当然一般的要是非线函数 可能就是曲面 比如二次函数 那就是二次曲级 二次曲面 对吧 二次曲面 好 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记得这个曲面的方程是F等于零 这上面能给你两点AB 这样是给定的 那么连接这两点的这个曲线 我们把它都表示成X的函数 比如Y等于YXZ等于ZX 像X变的时候YZ 同时就确定下来 这样当X变化的时候 在空间确定的是一条曲线 是一条曲线 AB之间的一条曲线 当然这条曲线肯定它是在曲面上的要求 所以我们它这个 Y等于YXZ等于ZX 它应该是自然的 要满足这个方程的 不满足这个方程就不在曲面上 是吧 就不在这个曲面上 同样的当你给它这个 我们之所以写成Y等于YXZ等于ZX 这样的这个形式呢 好处就是说 在这个空间里头一样 弧长 我们马上就可以把这个弧长 在这个微分写出来 就是跟二位的情况一样的 推广一下 更好一加YP的平方 加ZP的平方 DX 而刚才我们是说 还要管一速度 DXDT什么之类 利用什么 这个 能量手段规律去 求时间 这里他说不用 我去活着本来就是 求最短路程 所以就是直接对DX积分起来就行了 对DX积分起来 就是弧性的长度嘛 那积分起来就很简单 就是从X0到X1 把这些东西积分起来就行了 是吧 同样的 这是一个 求了两个函数 只不过是求了个YXZX 求两个 我们说从数量上来讲 一般来讲 没什么难度 这东西是一样的 这东西是一样的 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个向量 在向量的函数下 它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 所以也是一个泛函的问题 那么 泛函求极致问题的基本的理论是什么呢 就将来遇到一个 求一个优化问题 这优化问题里头 本身就是它的变量 它的决策 是要找一个策略 或者找一个函数 那怎么就找呢 我们说 基本的方法 就是对我们 对普通的变量的这个 微积分要推广到变分法 就微分法要推广到变分法 我们这里不去讲太多的这个微分法和这个变分法的这个细节的这个东西 我们直接把这个微分法的相应的那些原理 这个形式的套到这个变分里头来 就是用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说把普通变量的这个求极致问题 和函数的求极致问题 两边之间形式化的给它搬光了 形式化的搬光了 也就是说普通的函数和函数的微分 及其极致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看 首先普通的函数是怎么定义的 普通的函数说有一个字变量 T 然后这个任意给一个字 Y有个字跟它是对应 就叫做函数关系 就叫Y等于FT 对吧 那同样的变分我们刚才说呢 是说有一个函数集合里头 这相当于是这个 我们来这个函数的 能够取值的这个范围 你要取什么样的函数 比如说通常我们为了 可微可能要取连续函数啊 可微的函数啊等等 在某一个函数的集合里头 认给一个函数XT 一个函数集合里头 认给一个函数XT 都有一个范函 J的值跟它相对应 也就是说你给了一个XT 就跟我们刚才的一集分就集出了一个值了 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做泛寒 集成键 这是我们刚才已经有这个概念了 对吧 好了 有了函数以后 我们当时就说可以记住 质变量有个微分 所谓这个质变量的微分 我们说就是整量 是吧 这个DT不就是data T嘛 对吧 这是我们微分里头讲的 那说那也一样啊 我在泛寒里头应该可以类似的定义一个什么样 我们说呢 不叫微分吗 微分嘛 对应过来叫变分 变分呢 应该对应的过来是什么呢 我们继承这个dataXT 因为我现在在里头 XT相当于左边的这个T 我的函数才相当于这边的一个变量 是吧 左边是一个T就能决定一个Y 我这边不行 我这边需要一个XT才能决定一个键 所以这个变分就是子弹 DeltaXT就是函数的一个变化 就是这个差值也仍是个函数 你给的在X0T是一个函数 然后呢 另外一个函数XT跟它之差 就叫做这个变分 所以变分本身也是T的一个函数 至少是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函数它也可以变呢 函数增加一点减少一点 这个函数之间的差 函数之间的差 就叫做函数的这个变分 然后有了这个微分以后 我们当时有定义这个 除了自变量的微分以外 我们就要变因变量的微分 因变量的微分 也就是Y的微分 DIY是怎么定义的 DIY是说有一个这个 当上面有一个DataT有个微分的时候 然后有个FT0加DataT减FT0 这是它的这个所谓的函数的增量 是吧 这个函数的增量 我们说在非线性的情况下 它不一定是DataT的一个线性函数 但是我们只把它的那个线性函数 那部分拿出来 或者叫以时代取 是吧 是我们基本的这个项目 把线性的主部那个部分 拿出来那个东西 就把它叫做Y的微分 然后记作什么呢 记作DIY等于F1'T0DT 或者说把这个DI除上DT 就叫做它的导数 对吧 去极限 对吧 我们这么讲 这两者当然一样的 所以DIY是等于F1'T0DY 那么同样的我们说 刚才有一个这个自变量 你现在自变量本身是一个函数XT 它的变化呢 叫做这个变分 那么相应的 当你从X0T变到XT的时候 也就是说 当你从这个X0T变到X0T 加上DataXT的时候 那么你的泛含也会引起一个增量 对吧 这个增量当然依赖于你的这个DataXT 所以它关于DataXT 如果将来也有一个线性的主步给它拿出来 你就把高级像去忽略量一样的 我可以这么去做 做完以后 这个东西叫做泛含的变分 泛含的变分 把这个泛含的变分就前面 你看我们左边的都是用的D 右边的都用的Data 就是有这个差别 是吧 当然你说我都用D没关系 都用D 如果你自己能分得清楚的话 就怕你自己弄混了 所以我们一般用Data来表示 就用了一个不同的符号 这是说我们形式上可以 缘分不动地把这些概念 都给扩展过来 搬过来 最重要的是搬过来又有什么用 是不是 搬过来以后 我们当时说 用出来的这个导数有什么用 说至少在函数Y在地上 T内如果达到极值 如果Y是一个这个口味的函数 如果它要达到极值 它有一个这个必要条件 它首先必须是注点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DY应该要等于0 是吧 DYT等于0的点 是吧 也就是这个F一撇等于0的点 对吧 是这意思吧 这是我们基本的 用这个东西来求极值 是我们常用的一个方法 求极值 那这样的东西 能不能用来求泛汉 那个这个 变分 用变分法来求呢 如果没有 我们就白推广了 他说若泛汉JXT在函数集合的XT达到 在函数集合内在XT达到极值 也就是说XT的时候 J取了极值 同样的他说 对应的 它的变分一定要等于0 在这个函数这个点的变分一定要等于0 也就是可以原分不动地搬过来的 就可以用这样一个这个 我定义了变分 然后我就呢 就可以用这个变分来找函数的这个 自由值 找泛汉的自由值 除此以外 还有一种形式 是我们可能过去用的比较少的 他说为了把这个泛汉的这个变分的这个条件 将来 Delta JXT这个点等于0 写得更简单一点 将来算起来 因为通常来讲一个XT将来做完了以后 是个一个泛汉 是一个函数的函数 函数的函数 一个函数怎么变成一个具体的值 通常都有积分在里头 是吧 否则的话 那T往哪去哪 是不是这样 就构成G的 J的时候 J是个具体的值 对不对 它不是什么 它不是T而变的 所以通常有积分的这样东西 因为积分这样的东西呢 如果能求导数呢 积分就求导数 通常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这个积分的东西就丢掉了 就没了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 通常我们希望 用另外一种形式 你就是说 Y在T的微分 其实是可以写成这样的 DYT 刚才我们是直接写成什么呀 F1撇T DT 但是它说 其实可以形成这样 你看看这个 FT加上αΔT 如果它对α球偏导数的话 按照链式法则 它应该是 F1撇T加 αΔT 然后再乘上这个什么呀 里头的那个变量 再得α球导数 也就是说 里头的变量 对α球就是ΔT 也就是说是个 是DT 然后如果我 求完这个 这样一个 还符合的 这个参数α的这个函数 我对这个α球导数以后 然后令α等于0 这实际上 四部这个东西 就应该是等于F1撇T 乘上ΔT 对不对 是吧 那实际上就是对的 这样是没问题的 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来求打数 求微分的 同样的道理 泛含的这个微分ΔT 这个XT 也可以选成这样 也可以选成这个 XT加上αΔT 对α就骗达数 然后你α等于0 这种达数 这是我们会求的 是吧 因为这个对α 就是说α是个 普通的变量 不是一个函数 是吧 不会个函数 这是我们可以做 所以一样的 你也可以证明 这件事情也是对的 这是一种 形式下的类比 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又说 把四和五合起来 是说是要变分等于0 是一个 泛含曲极致的 必要条件 我们又把这个 变分法 又写出来了一个 具体的 计算的公式 相当于是说 具体的计算的方法 具体的计算方法 那么 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直接就得到了 这个泛含极致的 这个必要条件 好 通常来讲 我们说 这种 泛含都是要通过积分 最后 把一个函数变成一个值的 是吧 我们现在这个映像里头 把一个函数 要想变成一个值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积分 所以通常的 所谓的这种泛含问题 通常都是一个积分形式给出来 比如下面 我们给的这种形式 叫做所谓最简泛含 最简泛含是说 从T1到T2进行积分 这T1T2是一个这个 普通的这个变量 通常是时间 是吧 然后这个背积函数呢 是什么东西呢 是大F 这个大F是T XT 和X的 一阶导致的 这是要最函数 当然里头更复杂的 这里头还有X的 二阶导致 三阶导致 四阶导致 这都可以继续加下去 但那种我们就不叫 最简泛含了 最简泛含只包含背积函数 可以写成什么呢 就是说 首先它这个积分形式 对T的 对质变量的 除此以外呢 它的这个背积函数里头 包含了这个质变量 你带确定的这个 策略函数 XT 以及这个策略函数的 导数 如果最多只包含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把它叫最简泛含 当然我们要求 我们一般假设 这个F是具有二阶的连续的偏导数的 因为这是大F实际上是个三元导数 第一个边缘是T 第二个边缘是XT 第三个边缘是XT的导数 而我们要求的这个XT 我们一般来讲要求它是口位的 而且通常要求它是二阶口位的 只有这样的好的条件 如果不是这样好的条件的话 我们等会呢 就变方法的这个直接东西 就不能直接往上用 直接往上用 按照我们刚才的必要条件 我们是说 应该J 应该它的这个 应该这个J这个泛含 对于XT来讲 对它做变分 应该是要等于0 变分应该等于0 按照我们刚才给的那个必要条件的 那样一个计算公式 你觉得按照那个公式去计算一下的话 实际推到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 就这个 实际上我们把它就叫做这个 就是这个 欧能方程 当然这个东西可以进一步展开 因为这相当于什么 这个方程是说 大F这个函数对X求导数 对X求导数是什么样 实际上是说对第二个变量求导数 是吧 第二个分量求导数 以及大F这个函数对第三个分量求导数 求完导数以后 它根据是个 TXTX的导数的一个函数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再对T求导数 所以是这样一个函数关系的 这既然是如此 所以这个大FX的导数 本身是什么样 本身是一个三 可以认为是个三原函数 所以我们把它分别的 这个对大F对X求导数 以后对T求导数 那不外乎先直接对T求导数 然后再对一个 所以这个你看 这一项 就是对X的导数 再对T求导数 然后这个呢 是F对X的导数求完了 再对X求导数 X在对T求导数 所以就是X的导数 然后这个F呢 对第三项求导数 第三项再 第三项本身是X的一节导数 要再对T求一次导数 就是两节导数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这个结果 就这么一个结果 好 当然通常来讲 这是关于 对X的二节导数的什么样 X的二节导数的一个微分方程 也就是说我们把一个这个 泛寒的极致问题 也就是说导数的积分的极致问题 对吧 一个导数的积分的极致问题 变成了一个什么样 解微分方程的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用变分法的本质的东西 变分法就是使得这个 求一个导数的积分的形式的极致问题 变成了解微分方程的问题 而微分方程是更容易处理的 我们有一串的解微分方程的方法 实在没有解析 我们数字解微分方程 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有相当好的这个软件包 当然这就是这个 我们给的这个是固定的单点 假定这个T1 T2 这两点 X1 X2是给定的 好 这样的方程我们把它叫做欧拉方程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 把刚才的这样一个这个结论 就最简泛寒的这样一个 极致问题的 最简泛寒的极致问题 我们说把它的必要条件写成这个欧拉方程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 用这个欧拉方程来解决我们前面的那个最速下降线问题 当时我们已经把这个最速下降线问题的 泛寒的形式已经写出来了 已经写出来了 也就是JYX等于这么一个这个表达式 单点条件是Y0等于0 YX1等于Y1 YX1等于Y1 那么它相应的欧拉方程 我们刚才说了 应该是这样的 那这是不是一个这个最简泛寒呢 显寒这是一个最简泛寒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注意我们刚才要换一下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这里头真正的字边量是X 所以相当于我们前面写的T 对吧 而这里头的这个Y呢 相当于我们前面写的X 所以我们原来是写的XT 现在是YX 当然这个 你要多一下相应的代换 就是一样的含义 理解起来 对吧 这没什么区别 所以如果它是不是最简泛寒 相当于我们来看 首先它是一个积分的形式 是对字边量X积分 这是没问题的 不过我们前面说的对T积分 看着吧 这没区别 这里头说 这个背积函数 只和什么呀 函数Y 你要找的函数Y 和Y的什么呀 导函数有关系 照道理理论上 我们刚才说的 还应该还可以跟X有关系 这个背积函数里头 对吧 这里头都没有 都没有 所以实际上是更简单的 也就是说这个大F 照道理前面应该还有个X Y YP 这个X都没有 只是个二元函数 是吧 是个特例 所以它自然的是一个最简泛寒 是一个最简泛寒 它就应该满足 欧难方程 那么具体的 我们把这个大F的形式 套到这个里头来 那就是把各种各样的导数求完 求完以后 求出来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求出来的结果 就是这个 就是说上面的 这还没求 这只是把相应的 原来是写的XT 把它相应的换成了YX 是吧 还没求 就写成这个以后 这只是变量的再换一下 然后这个呢 再真正的开始 把这个大F放进来以后求 啊 这就是这个大F放进来以后 这就是这个大F放进来以后